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卑微渺小的人物 但却是一个巨大的名字 阿Q是一个奴隶 生活在一个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 比做文了奴隶的时代的奴隶更可悲 阿Q作为一个文学人物 有巨大的概括性 把几亿人都涵盖进去 几乎每个中国人 你、我、他 都有阿Q的灵魂因子 阿Q没有固定职业 只给人家做短工 撑船、充米、疙瘩、样样能行 他经过几回尘 见识高 唯一的缺陷是头上的赖窗疤 所以他忌讳别人说赖字 继而连光字、亮字都忌讳 亮起来了、亮起来了 妈妈的 你也敢取笑我 那你往哪儿逃你 阿贵说自己姓赵 但卫庄的赵太爷不许他姓赵 因为他不配姓赵 给了他两耳光 不许大爷 混账 你说你是我本家 太爷 我 你这混蛋 你姓赵吗 你配姓赵 你敢姓赵 父亲息怒 今天是大喜之日 不必跟这种人生气 还不快滚 滚 滚 快滚 去去 以后不许再说姓赵了 嗯 这个世界太不像话 儿子打老子 推牌宝赢了钱 却被人抢了 还挨了一顿打 阿贵 这回才感到有些失败的痛苦了 快走 再阿贵认为 打人的是自己 被打的是别人 精神胜利法奏效 阿贵又转败为胜 贾阳鬼子前大少爷打他 他就逆来顺手 什么东西 哼 在阿贵的记忆中 这大爷要算是 又一件大屈辱了 然后他在众人的怂恿下 又欺负了小尼姑 有人等你呢 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 别人能动 我动不得 哎 阿贵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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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宗接代的事儿 于是阿贵说出了想和吴妈困叫的心里话 把吴妈吓跑了 我和你睡觉 什么 我和你睡觉 阿贵真行啊 他也因此被赶出了赵太爷家 干活几天的工钱没有了 赵太爷还要阿贵买香烛上门道歉 并不许阿贵以后上门做工 阿贵调戏吴妈的事儿 很快传遍了全村 所有女人都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她 也没人敢请阿贵做短工 你们家要顾短工吗 嗯 什么 不要 听听听 什么 也没有人再顾阿贵做短工了 可肚子要饿 于是阿贵只好进城去谋生计 再回到卫庄时 阿贵发财回来了 村里人纷纷羡慕巴结阿贵 打酒来 给献钱 哎呀 阿贵 你回来了 阿贵 是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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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阿贵 这些日子到哪去了 阿贵哥 到城里去了 阿贵 发财了吧 阿贵哥 你发财了 那不是阿贵吗 刚从城里回来 坐喝点 好 来 好酒 喝喝喝 大家喝 阿贵在村里贩卖从城里带回来的衣物 东西的便宜让赵太爷一家也招来阿贵 想和他买东西 但得知阿贵的东西是偷来的之后 赵太爷一家决定防范着阿贵 因为革命党人进了城 城里的白举人便把五大皮箱的东西存放在赵太爷家里 城里出现了革命党人的消息传到了村里 阿贵觉得革命挺好 革命让赵太爷一家害怕 革命让阿贵觉得可以要什么有什么 比如钱财 女人 于是阿贵做了一个应有尽有的美梦 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 喜欢谁就是谁 我应该有个女人 谁在那哭 是我 吴妈 阿贵哥 起来 起来 这脚太大了 甲正经 小泥姑 段子绝生的阿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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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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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嘿嘿 假扬鬼子和赵秀才也打着革命的口号冲进尼姑安 砸了龙牌偷了宣德鲁 看大明宣德年制 这是真正的宣德鲁 有四百年了 啊 very good 好急了 阿贵想投入革命 他盘起辫子 巴结假扬鬼子 想获得赢桃子 结果挨了一顿打骂 不不不 我是说头 头 我的头怎么了 这是革命 滚出去 对 我要头 滚出去 你还找哪 谁让你跑去 谁让你跑去 滚你还不滚 滚 快滚 滚出去 给我滚远点 赵太爷家遭抢 白举人寄存的东西也被抢走了 赵太爷为了脱掉白举人的追责 把阿贵说成了抢劫犯 夜里 把总带着兵冲进屠古词 把阿贵抓了起来 把总要示众 白举人要追赃 县太爷没抓到煮饭 案子没法结 最后县太爷迫于把总和白举人的压力 稀里糊涂的 就把阿贵作为替罪养给办了 把总押着阿贵游街示众 然后实施枪毙 阿贵无可奈何的 是在当时革命党人砍头的刑场 阿贵知道 这是到了擦擦的地方和时候 他想喊救命 但他终于没有喊出声来 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条好汉 预备 但可惜的是 阿贵并没有听到 擦擦的声音 阿贵的精神胜利法 缓解了他在现实世界里 遭受的苦痛与不公 因为姓赵挨了打 他说这个世界不像样子 儿子打老子 赢钱也挨打 他就想象着自己打别人 被打的是别人 假洋鬼子打他 他不还手 他欺负小尼姑 到尼姑湾偷萝卜吃 想和吴妈困叫 又被赵修才打了 他和小弟打架 因为小弟抢了他的工作 生计问题迫使他进城做了小偷 回到卫庄 他想投革命党 却被假洋鬼子拒绝了 又因赵太爷家遭抢 他成了替罪羊被枪毙 我们可以在阿贵身上看到我们自己 比如阿贵忌讳别人说他的赖窗疤 而我们中的女人忌讳别人说自己胖与黑 我们中的男人忌讳别人说自己穷与矮 男女都忌讳别人说自己丑和蠢 阿贵会听别人的怂恿和奉承 比如众人怂恿他去赵太爷家道喜 和调戏小尼姑 奉承他发财了 他便请众人喝酒 买衣服时售货员会奉承顾客说衣服很衬他 对于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 如赵太爷一家假洋鬼子 阿贵无力反抗 总是挨打 对于社会地位和自己一样的人 如王虎小弟 阿贵又在力量上打不过人家 对于在力量上不如自己的人 如小尼姑 阿贵就调戏他 还跑到尼姑湾偷菜 赵太爷有老婆 还有娶小老婆 阿贵只想传宗接代 贫穷的阿贵成了全村女人的噩梦 而我们现代人的结婚 同样也得考虑经济条件问题 妈妈的一个都学习小姐模样来了 阿贵 阿贵 阿贵